中型车在市场当中卖的也非常不错 下面我们来说10款在上个月卖的最好的中型车 第一款丰田凯美瑞 上个月总共是16,694坦的销售量 目前官方指导价17.98万到26.98万市价区间 燃油加混动版本车型总共在售有10款车型 而且在目前在个阶段 它整体上的优惠还都不错 本身凯美瑞优惠比较不多 在五六千块钱左右 现在毕竟有着购职税减半 以及相关地区的市级补贴政府补贴等等 让这款车整体算来 也是能够拥有超过2万的优惠程度 第二款车大众麦腾 在上个月总共拿下14720坦销售量 目前官方指导价是8.69万到30.99万售价区间 在售车型依然是9款车型 众所周知麦腾有着本身较好的优惠 这款车本身自己的优惠是2.1万到2.7万 现在再加上购职税减半以及市区国家补贴等等 让这款车总共能够拿下2.7万到3.7万 这样一个优惠程度 甚至是更高 第三款车 广汽本田雅阁 在上个月总共拿下14053台销售量 目前官方指导价16.98万到25.98万售价区间 在售车型 燃油版美车型加混动版美车型总共是9款车型 那么优惠方面表现怎么样呢 本身雅阁在优惠方面并不多 大概是3000到5000块钱 个别地区会高一些 目前有着国家补贴 购职税减半等等情况 让这款车也是能够享受到超过2万的 整体综合补贴加油会 第四款车 宝马三系 宝马三系在2022年也是进行了改款 改款之后价格调整1600到1.1万不等 这款车即便价格卖的比较高 但是依然深受很多朋友喜欢 上个月总共是12947台销售量 目前官方制造价29.39万到40.99万收价推荐 在售的车型有9款车型 本身优惠方面这台车是6000到2.3万 目前再结合相关的一些补贴政策 让这款车型在性价比方面更高一些 第五款车型 悲驰CG 这款车在上个月总共拿下12823台销售量 目前官方制造价32.52万到37.04万收价推荐 在售车型有5款车型 目前这款车优惠方面表现还都不错 3万左右 再加上相关补贴确实让这台车更加深受很多朋友喜欢 市场当中比较走量的其实还是260L的运动版本车型 这个版本车型它落地大概是在33万左右 第四款车 奥迪A6L 这台车在上个月总共是11658台销售量 官方制造价30.68万到39.68万收价推荐 众所周知 奥迪在优惠方面是比较拿手的 这款车目前是能够拿到3万到7万不等的优惠程度 再加上相关的补贴程度让这款车呢在性价比方面是不是又再次提升了 当然入门级的那款车型是属于最低功率的只有150匹马力 还是2.0T动力的并不建议选 其实很多朋友都是选择中配版本车型 第七款车型 一气风天 亚洲龙 全新改款之后的亚洲龙顶配的昏动版本车型减少了1万 目前官方制造价19.98万到27.98万收价区间 上个月又拿下了10814台的销售成绩 非常可观 这款车目前优惠方面表现怎么样呢 本身这台车的优惠是1万到1.5万的样子 但是在目前有着比较不错的政府性补贴以及购置税减半 让这款车型直接也是能够拥有超过2.5万挣的一个整体补贴价优惠 第八款车型 天籁被很多朋友称之为移动大沙发 确实后排乘坐感受非常舒适 上个月总共拿下9042台销售量 目前官方制造价17.98万到26.98万售价区间 在售车型有6款车型 说起天籁又不得不说优惠 因为这款车一直都保持较好的优惠程度 本身优惠在2.3万到2.6万 想象一下现在购置税减半是一个什么概念 再加上区域性的补贴 让这款车型几乎能够拿下3.5万的整体补贴价优惠 第九款车型 大众帕萨特 上个月总共是7766台销售量 在2022年3月份 全系车型价格上调2000块钱 原因就是原材料提升价格了 官方制造价是8.19万到25.29万世界区间 在售车型有10款车型 这款车目前优惠方面表现如何 本身优惠1.5万到2.5万 同时再加上目前购置税减半以及地区市集等等补贴 让这款车型也是能够享受到3.5万以及以上的优惠程度 第十款车 这小鹏皮7上个月4224台销售量 目前官方制造价25.29万到38.79万世界区间 当然在价格方面已经是做出调整之后的了 作为唯一一款车型 这款车它在续航方面有480公里续航 以及586公里续航 还有670公里续航 还有625公里续航 同时还有性能的562公里续航 确实比较多 只有中高配版本的车型 才享有了之前标配的智能辅助价值的配置 这十台车就是上个月卖的最好的B级车了 确实有很多车型优惠都还是非常普通的 比如说帕萨特 麦城 天籁的一些车型 包括BBA的一些车型 都有的较好的一些优惠政策 目前在现在的市场当中 由于政府普遍 所以说整体算下来 在现在选择选一款车型 还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